大口大口吸著拉麵 主打道地日式風味 吃一碗還不夠 老闆幫我加兩球麵 加麵不用錢 但吃不完 這下真的要兜著走 其實老闆還有說 這個拉麵是可以免費加麵的 但是如果你加了麵吃不完 還需要另外再付新台幣1000塊 因此也備受爭議 同期突然不同分店 北市殖民拉麵店 還沒對外營業就先貼公告 原價300塊不到拉麵 吃不完竟然要付1000塊 如果你是吃不完 然後付那個清潔費 或是那個麵的錢還可以 那1000塊是在哈囉 真的是在哈囉 但沒吃完要罰多少 可不是老闆說了算 不管從消保法第12條 或從我們民法247條之一的規定 這種額外加租消費者 顯不相當的這個懲罰 或者是這樣子的約定 是顯示公平 是會被視為是無效的 明顯違反平等互惠原則 律師說真要罰 最多也就是一碗麵 大約300塊的錢 不過員工說會這麼做 是因為遇過不好經驗 加兩球可能吃個一兩口 然後根本原封不斷放在那裡 大概如果一看到免費這兩個字 就開始不會衡量說 自己根本也吃不下 不過後續會再跟老闆討論 否則也怕嚇跑客人 想吃一碗拉麵到底有多難呢 我們可以看到老闆在門口這邊 洋洋灑灑列出了9條規定 還沒有吃到麵 就已經先看得頭昏眼光 規定說沒人低消一碗拉麵 吃剩的不能打包 另外得全員到齊 再排隊 如果自備容器加麵帶走 老闆會報警 雖然為了一碗麵吃不完 警方也不見得會受理 但老闆把醜話說在前 要你別談小便宜 請問玲瓏市張一科台北報導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